最近網上有傳港鐵公司旗下 將軍澳日出看城第一期首都一個新裝修單位 懷疑被裝修公司打穿了入面一幅主力牆 攝氏的單位實用面積681平方呎 由於發展商起時 打算採用廳大房細的設計 所以主人套房的闊度只有6呎 但護主就想三邊落床 設計師好大膽地把三間睡房連同走廊全部打通 整成一個超級大套房和衣帽間 他就打穿了客廳和睡房之間一幅牆改為房門 不過眼尼的網民就懷疑這一幅就是主力牆 這幅圖看得再清楚一點 上面就是單位未改動之前的原貌 圈著的地方懷疑就是裝修公司打穿了的主力牆 而下面那幅就是單位的員工圖 見到這幅牆已經變成了一道門 不知是否知道出了事呢 條片很快就下架 而攝氏裝修公司的Facebook專頁都關閉 時隔一日 日出看城首都的客務處都出通告 說接獲多位的住客反映 一個單位的內部進行結構改動 客務處已經就事件進行調查和跟進 如果是屬實 會要求攝氏單位立即還原 又重新主力牆是不可以任意拆除更改 以免影響大廈的結構 你會留意到在這幅樓書上的平面圖 那條牆身上屬於很粗的粗線 所以這個位置其實很大機會都是一些主力牆 一般來說在屋宇署這些客准圖結構圖上 就要用RCC窩去作為一個標示 所以如果看回屋宇署結構圖上有RCC窩這些字眼的話 即表示這個是屬於一些主力結構牆 都可以通過結實地檢查 即是牆身上有沒有一些密集的鋼筋 那這三個方法都可以減定 會不會是一些主力牆 當然最嚴重的情況 如果拆除主力牆的話 有機會影響大壓結構 有部分大壓結構如果影響了之後 未必有機會還原復收到 萬一真的需要還原主力牆的結構的話 同樣都需要向屋宇署申請入職 一般來說屬於結構 很可能收入金額是數十萬計的 相信最擔心事態發展 一定是日出康成的業主 還要是猜猜一下 最怕不知道涉事單位是否自己改作 有網民就說 我開個洞而已 小事啦 救得到的 救不救得到呢 我就不知道 只是知道後果嚴重起來 塌樓都可以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2010年1月29日 碼頭圍道有一座55年樓齡的 五神樓高 舊堂樓 整棟在短短15秒內塌了 至少有五名的住客走避不及 慘被活埋在五噸的壓力當中 消防員先後劃出三人 但都宣告不治 事件最後釀成四死兩傷 成為半世紀以來香港最嚴重的塌樓慘劇 屋瑜柱在堂樓塌後兩個多月發表調查報告 指出有外力破壞C13支柱 導致其他支柱 無法負擔樓房的重量而倒塌 簡單來說 就是有人拆了地下一支主力柱才弄成這樣 根據建築物條例 任何人明知道 而無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批准和同意 而進行建築工程 可以被罰款40萬和監禁兩年 而這個單位的業主 亦有可能被其他受影響單位的人士 進行民事訴訟 大家對今次事件有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 記得Like和Share出去給更多人知道 很開心 對你很重要 還是吃花生 Channel C 每天都會由起床陪到你去睡 Channel C App 貼地 全真 快點登陸啦